三场比赛只有一球入场 C罗也是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开场之后 葡萄牙球星便利用华丽的球风 帮助中路的队友 获得了远射的机会 不过加里布调整之后的攻门 填出了门框范围 随后 利亚德胜利通过前场的高位逼抢 迎来了进攻机会 C罗顺势完成的抽射 敲山阵队 但皮球经过两次触碰之后 球队的进攻直接告一段落 上半场第十四分钟 主队在后场的犯规 送给了利亚德胜利 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不过C罗随即主罚的皮球 并没有越过人墙 两分钟之后 主队的首次进攻 险些取得了进球 罗德里格斯在禁区内的转身攻门 被立住拒之门外 比赛第20分钟 加里布在左侧的直船 直接撕开了对手的防线 C罗随即的调整 以及射门一气呵成 而这类进球 也是总裁这场比赛表演的开始 上半场临近尾声 利亚德胜利通过后场的长传 发动快速反击 皮球在经过简单的过渡之后 在右侧形成了机会 C罗最后利用小腿发力 打了门将一个措手不及 38岁的老将 今晚真是踢出了28岁的状态 下半场刚刚开场不久 主队在禁区内的守球犯规 送给了利亚德胜利点球机会 此时的C罗拒绝与对方门将进行眼神交流 随即用一脚穿云剑上演了帽子戏法 坦台上的球迷也纷纷用手机 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比赛第60分钟 利亚德胜利通过简单的直塞 直接打穿了对手的防线 C罗突入禁区完成的攻门 被门将挡出之后 最后利用机敏的捕射 攻入了自己的第四例进球 比赛最后时刻 利亚德胜利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反击机会 C罗在禁区左侧的处理非常的合理 只可惜加利布在后点显得有些准备不足 最终4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结束